大陸也有人來找過我 問我那套字買不買 我說不買 你賣了給別人 那自己怎樣賺錢 我看三十年了 以前我寫過的 現在人們都會將它 copy 出來的 這些翻玩 將我的字在車上 再印過來跳 會噴鍋 兩度失真 沒有細沒有東西 它都不太會寫詞 寫詞有些口缺 它這裡橫長 橫長直短 兩腳而縮 要縮一踢一踏才會寫詞 你游一撇就不好看 有書法的口缺讀 歐陽遜有四十八法 清朝的李淳有九十二法 它寫詞都要讀熟的口缺 每個字都有 你不學那些才沒用 原來這一輛來回穿梭大街的5.5噸貨車 除了搬運好洗得之餘 更好看得 楊師傅幾十年來 專幫香港公司在貨車車身上 用北藝看 省靈他們的招牌 到今時今日 楊師傅的墨寶可能就在你阻近 香港設計師陳蕊仁 更將他的字體命名為 楊街北藝貨車體 雖然他這麼有經驗 又有行頭 但他到現在仍然用心 學習如何寫好每一隻字 我是楊街 對寫字很有興趣 我從很小就學寫字 86歲了 生日過了幾天 我自己也不記得 初初我學過很多家字 雁朗歐蘇我都寫過 北藝有很多家 張克宇 那些人叫張克女 那個語字應該是張猛龍 那些 那些 初初學的時候都很悶 連那些船書那些 那些人看到不太開圍 那些是不停到的 要每天都連的 間中現在有事都還要連一下 你不看那些 那些人要有些避忌的 自視看 要來參考 有時在車看到 這個字寫得不好 那又改良 我二十年前都擁有上課 學字 六十多歲 我一起學的七個同學 我排行大四 那老師的上課 我們老師大約沒有多少 大約二十年左右 雖則楊師傅現在寫北藝體寫得這麼好 但原來他一開始不是學這個字體 我初初學過壽金體 那些人會說 學壽金體 那是皇帝字來的 即是宋輝宗字體 沒有什麼人寫的 壽的頭 宋輝宗畫蘭花就很厲害 他用蘭花的筆法來創造那種字出來 稱為壽金體 那我的朋友 那個人寫得 壽的 宋輝宗也好 你都找不到吃 他寫字 那時候 最出名是歐建功 歐老師寫的那些 就詩詩詩詩 做招牌是最多人用的 他生猛和紅莊 銀行街和工業街 全部找他寫招牌 那我就向家來發展 那學習又閹點 學鞭筆不好 我要問老師 怎樣鞭筆好 他很有心機教我 逐筆告訴我 做好度量學食 我們學過永住 人都學成幾個月 一直學到現在 所以多人來找 楊師傅靠著筆養起了三代人 說就說就動手就賺到錢 但這個世界 哪有功不辛苦 寫銀幕的那些 編熱就覺得辛苦了 有時唱一句話 就寫出來 以前雨殘片的時候 寫上膠片 抹出來銀幕 一有寒的時候 最辛苦 一滴到寒 以前你們看電影 看到有些痕跡 那些就說有點寒 寫字都沒什麼辛苦 寫字都沒什麼辛苦 寫字都有興趣 一早這份工 不一定轉過工 以前我很肯轉過工 我沒有打得長的 原來真的有工不辛苦 但首先你要像楊師傅一樣 找到一份自己喜歡的工 楊師傅 露露了大半世人 香港的街 周圍都充斥著他的墨寶 不知道他逛街時 又會不會專門留意 有沒有自己的作品 間中當然有留意 留意有很多都不是自己 有沒有一些不開心 或者感慨 都沒什麼所謂 他那些世界是這樣 你沒辦法的 我太太那些 個個都識分 一看就是這個運版 沒有氣勢沒有東西 我那時候寫的招牌 有很多都拆了那些 危紅招牌以前也有 但是現在也沒有 朋友問我什麼時候退休 我說我不退休 我說我退休 我怕老人不知道他 這些老師都 我的老師都死了 沒有啊 沒有什麼心願 那些字就想 看誰學就傳授一點 如果沒有就有他 隨著政府所計劃下的發展 很多文化古蹟都被無情遷冊 屋宇柱也在2010年發出招牌清拆令 香港的本土文化正被步步吞誓 不過與其不停想我們失去了什麼 不如想想我們還可以珍惜什麼 雖然我沒有招牌 要找楊師傅幫忙寫 不過下年新年 我一定要找楊師傅提起幾個字 貼在家門口 到時再給大家欣賞一下 有什麼事情 我們要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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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另外一篇 感謝所有MK子女的支持 100部W創作社聯合主辦 大型陀地舞台劇 大MK人 一年38場全部火速白玩 林日熙、白紫、楊偉倫、東方星 七到哭,哭到笑,笑到MK消失了